及时新闻综合报道 明22日的整体水汽稍减 但台北山区基隆北海岸仍不定时飘雨 新竹以北清晨以前有短暂雨 其余各地多云道晴 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明各地早晚都有良意 中部以北及蓝低温将下探尺 8、19度 花冬则约20、21度 台风蓝恩于京 21日上午80增强为强台 下午加速朝北北东移动 预计明晚以后接近日本本周 据中央气象局预报 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中部以北及蓝地区低温将下探至18、19度 花冬地区低温则约20、21度 北台湾受到凉空气与云量影响 白天高温仅约22至25度 其余各地高温仍有26至28度 气象局提醒中南部日夜温差稍大 请大家留意气温的转变 事实增添衣物以免受凉 降雨部分 明日大台北山区 基隆北海岸地区整日会不定时飘雨 其他新竹以北的地区 清晨以前会有短暂降雨 但白天过后将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 其余各地也大致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 天气风险公司指出明日北部 东部降雨几率人高 中南部地区则不较受此影响 未来几天是较为晴朗稳定的天气 台风动态方面 蓝恩台风已于今日上午八时增强为墙台 目前中心位于台北东南东方约1100公里之海面上 下午起加速朝北北 东一航预计明晚以后将接近到日本本周 提醒明天至下周一计划前往流球 日本的朋友留意其动态消息 天气风险公司也表示 蓝恩预期将会直接侵袭日本 如果是周日22日到周一23日 要前往日本的话 要留意航班动态 此外因东北风及蓝恩台风影响 气象局提醒 今明两天台湾附近各地沿海空旷地区及各里岛 亦有9到11级强阵风 海面风浪大并有长浪发生的几率 尤其北部东半部沿海人亦有9至5米浪 海边活动请特别注意安全 空气品质方面 明日云加南局部地区可能出现阳城天气 空气品质达局 此提醒对敏感族群不见 康其他地区为良好至普通等级 指标污染物未悬浮为例 机系悬浮为例 3.8.2.3.1